本台记者Jayson 1月5日报道 在2023年年末 圣盖博华人区中心的夏威夷超市 发生了一场离奇的车祸 一辆蓝色的SUV在停车场突然间失控 接连碰撞现场两辆私家车 并且最终翻滚了360度 压在外围马路一辆白色的轿车之上 警方透露 赵氏司机并没有酒驾 但是事故发生的具体原因暂未明确 这起交通事故发生在12月30日的下午1点20分左右 地点位于全统广场对面的夏威夷超市 Y大道与Delma Avenue交叉口的附近 现场监控录像显示 这辆蓝色SUV起初是在停车场内 低速靠右向前行驶着 但是其方向发生了偏移 不慎碰到一辆停着的黑色轿车 该辆车之后猛打方向后退 并且撞上一辆银白色的SUV 慌乱之中 蓝色SUV加速向前猛冲 并且静止撞上停车场门口的一棵大树 车身是翻转360度 最后压在了当时正在等待红灯的白色的丰田车上 圣盖博士警察局的指挥官戈麦斯 在5号向记者透露 这起事故的肇事司机并没有酒驾 警方在案发当时 也没有开出任何酒驾或者独家的罚单 事故车辆虽然损坏严重 不过现场只有一人轻微受伤 之后被送往医院进行治疗 截止到目前 警局尚未透露肇事车辆失控的具体原因 也暂未确认肇事司机的身份和足异信息 不少网友表示 不同方向接连碰撞到三辆车的交通事故 其实很罕见 尤其是最后的白色轿车 莫名遭遇这种飞来横祸实属离奇 因此猜测 肇事司机很可能是不慎将油门当做了刹车